Jason的那個pn2.5的那個 怎麼樣把它丟到我們python裡面來處理 第一個它這邊一定是中瓜 所以前面我用一個list1去接它 但是如果你要把這個網頁裡面的東西丟給這個串列的話 記得這邊要加一個eValue 你如果不加這個轉過去的話 它就變成自串了 它就不會是一個串列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下載的東西前後是有雙引號的 這個開頭跟結束 那eValue的話就是意思就是把這個雙引號 跟結束的雙引號拿掉 拿掉之後呢就是變中瓜糊了 所以把這個裡面的東西丟到這個串列裡面去 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把這裡面的東西丟到串列之後 這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再把什麼 把這個串列裡面的所有的字典取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for each h什麼?hDict就是這個裡面的每一個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第一個 輪背 然後雲林 然後什麼日期 還有他pn2.5 第二個在這裡 第二個就富貴角 富貴角一直到這邊 這第二個 對不對 那我們其實是什麼? 把這裡面一個一個的這個dict就是一個字典 在拍攝裡面我們把它當字典 在網頁上就是 接下來的話其實我只要什麼? 這邊裡面有Key跟Value 那我其實只要把這個前面的部分是Key我不要 因為你會發現它的Key都一樣 其實就欄回名稱 那我要的是什麼?後面的東西 就是它的Value 所以後面的話 我程式怎麼樣?就把這個地方 把它的Value部分把它抓取出來 OK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我就把DEC的Value 那再用一個list 轉型把這個東西轉到LV 那LV裡面實際上就是什麼? 就是輪背 然後呢 基本上 逗點就雲林 然後呢 在 後面的話就是8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 出來的東西就是裡面有資料部分 那還沒有欄位名 所以print出來的結果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是只有 剩下我們要的那個 那個那個資料部分 那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那個從那個 那個csv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 它就是一個一個把Value 所以基本上 不過我前面是有把那個print出來 這是欄位名稱 然後底下的話呢 就是它的 所有的東西放在那個 這個所謂的list裡面 那如果已經放list裡面之後的話呢 那再來其實我要丟資料庫就很簡單了 有沒有 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些資料 再產生一個 串列 有沒有 有沒有然後就用那個insert into到那個database 有沒有 就前面有個叫exqmany exqmany的話就是在一個串列裡面 再加串列 把它全部一次性的把它丟進去 所以上禮拜好像有講到這邊 只是後面我沒有寫完而已啦 所以請各位呢試試看 把這個json了解到他怎麼樣把這個網路上面這個json格子 特別說他有個對應關係喔 每一個每一個為什麼要寫這個eValue 你要注意一下 因為他外面是一個中國阿虎 這個每一個每一個對應關係 那基本上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就是請各位 一樣把它複習一下 我們就先塞到哪裡呢 塞到那個我們的sicle line好了 然後也許後面有時間的話 再把它塞到我們的那個mysicle裡面 ok試一下 特別注意就是分析喔 他一個是中瓜五 所以我們eValue去把它轉型 丟到那個我們的這個list裡面去喔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一個去抓取 那抓取之後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像那個什麼 像我們之前呢把它整個批示的這個用exqmany 把它丟到那個什麼呢 丟到資料庫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有個list3還記得吧 有沒有list1 list2 然後最後就串成一個list裡面 又有很多個list 那會有個list3 那如果有那個list3之後呢 你再丟給那個exqmany的話 他就會批示幫你把資料全部都丟進去了 我應該有印象啦 ok是在c 用那個什麼csv的格式 就在這邊有沒有 csv嘛 有沒有 這個是csv的喔 我們用這個csv的抓取 抓csv有沒有 那csv比較簡單是說 他用spreader就ok了 spreader之後呢 他就是一個list 可是這個jason比較麻煩 jason是必須用eValue讓他轉過來 他就一個list 就是一整個大的list 然後還要從這個大的list 去再去裡面去抓那個他的字點 然後再從字點裡面呢 再去把他的那個list抓出來 所以這個lv實際上就等同類似像那個csv裡面的list2 ok等於是說 在csv裡面是豆點割開 然後在jason裡面是 再把他從字點裡面的value抓出來 到底是一樣的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一樣喔 有個建一個 因為最後我要用exqmany 有沒有 所以exqmany的語法在這邊 最後要丟一個什麼 丟一個list3給這一個 這個什麼exqmany去丟嘛 所以如果說jason裡面也一樣有一個list3 那你可以把之前做過csv的同樣概念 轉移到jason就ok了 所以後面也許細節我就不做啦 反正至少我們可以產生關鍵的東西的話 那資料庫再把它套上去 你就可以把jason的東西 再丟到資料庫裡面去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喔 所以我們來run一下 基本上jason 那我一樣喔 在上面加一個list3 然後呢 在底下就加一個什麼 list3 點append 再把這個lv呢 放到這邊來 那他就什麼 把一個一個的串列 再串到list3裡面 所以最後執行的話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會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大的串列 那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一個的 第二圍的串列 串列裡面又有串列 你就把這個串列直接再加上sqmany 就可以把jason的東西 全部都丟到哪裡呢 丟到那個資料庫裡面去了 ok 另外的話呢 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下 反向思考 像如果已經做出這樣子了 那你有沒有辦法 再把什麼 把jason的檔案 直接變成csv 這個題目也蠻常考 比如說我要如何把jason檔 直接轉成csv 因為蠻常 蠻多地方很多人 就會遇到jason 就覺得好麻煩喔 你可以幫我轉一下 轉成csv好不好 或者說他意思說 你剛才幫我轉成sqmany 可是其實如果你要轉sqmany csv給他 他打開就是什麼 就是sqmany 所以其實你要轉成csv 所以這個地方好了 順便考各位 請你把這邊的程式 再轉成這個csv 其實呢 只要兩行程式就好了 不誇張兩行 兩行就好 有沒有前面我們不是有個fw fw等於一個檔案有沒有 open 括弧哪一個檔案對不對 那檔案我就用什麼 比如說我就是 xxx.csv 然後後面do.双引號就w就好了 那編碼方式的話呢 我就不要用utl8 因為我要給excel用 所以後面就不要用encoding了 就是預設的 那就是會bigby5 因為在windows 如果你不是 你mac的話 你還是用那個 可能要改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你就是再把這個檔 直接用rise出去 rise到那個檔案裡面去 那這個地方 就把jackson寫到csv了 所以jackson如何轉csv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我們是 先從網路上把jackson抓下來 然後轉成一個什麼二維串列 你可以丟資料庫 資料庫後面我就不做了 因為跟前面講過了 所以請各位再思考另外一道題 就是如何把jackson 轉成csv 意思就是轉成excel 其他也可以使用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其實關鍵的地方 其實只要兩行程式 真的不誇張 兩行程式就搞定了 我覺得蠻喜歡python一點 它程式真的都不太多 如果你會用的話 大部分都是兩三行程式 就可以搞定一個動作 但是我是覺得你要學python 學得好就是你要有點像那個 拼積木一樣 這一塊兜起來 這一塊再兜起來 這一塊再兜上去 慢慢把它兜起來之後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了 但前提就是你有點像 你要把很多很多的零件 把它組裝 所以有的時候 我感覺好像python 越用越覺得它有點像那個 以前那個光滑商場 然後有些零件 不會以前那個零件是看得到 你可以組裝出一個東西出來 是要裝電腦好了 很多東西都把它當成一個componer 有點像是一個零件 然後你最後把它組裝 組裝起來 那網路上幾乎所有你想得到的功能 網路上都有 它的那個pipe上面其實都有 印象中大概破百萬個那個 module 所以你想得到的功能都有 只是說你要懂得怎麼樣 把它從那個pipe上面抓下來用 試一下 所以第一個呢 把它轉成二維串列 丟到資料庫 第二個的話呢 怎麼樣 再把Jason轉CSV 試一下 試一下